国足迎来喜讯,亚洲排名稳固,李肖鹏率未稳了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蓝谈哭砍,砍球要哭一点。 在视频的开头,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关注按钮。 好了,我们言归正传。 中国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的表现,可以说一塌糊涂。 而且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,中国国足就经历了两次欢帅。 从李铁再到李肖鹏,李肖鹏成了救火教练,仅值较三场比赛。 但是这三场几乎成为了国足历史上最耻辱的三场比赛。 不仅仅一比三输给越南,同时呢,李肖鹏也是将所有锻炼国足的机会全部奉献给了外援。 也是遭到了知名解说,懂路等球迷的谩骂。 如今,李肖鹏仍然是挂着国足主帅的对标, 甚至是在小区遛狗,完全不顾及中国球迷的感受。 而现在,根据目前国足的喜训来说,并没有参加热身赛。 因此对于国足来说,也是保住了亚洲排名。 从目前最新的亚洲排名来看,国足是排名在亚洲第11位。 对于这个成绩来说,对于国足来说,也算是一个喜训。 那么,李肖鹏没有带领国足进行热身赛,却保住了中国国足的排名,是不是也算立了一个功劳呢? 所以啊,球迷也是表示,至今,程序员都没有要裁撤李肖鹏,那么是不是率位稳了呢? 而且,李肖鹏自己也没有表示,要官宣下课的意思。 球迷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? 如果有好的建议和想法,欢迎给我点赞和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和关注。